嗨大家好,我是温妮妈妈 我今天要推荐大家一套非常棒的科普绘本 是小小书虫俱乐部 由河流文创和Kiss Reed所合作 出来的中英双语科普点读绘本 它总共有四个主题 分别是小朋友们最日常 最有兴趣,最喜欢,很容易碰到的主题是 天气、海洋、交通工具跟外太空的世界 这一套我为什么很推荐呢 首先我先跟大家说 它小小书虫俱乐部的命名的发想 就像希望是小朋友啊 可以像小书虫、小书迷一样 翻翻书聚在一起讨论 就像大人会因为某一些有兴趣 智趣相同的人会聚在一起的一个俱乐部一样做发想 然后它每一本书呢 最后都会出现一个经典名剧 叫Stay Curious 这句话贯穿整个系列 就是这整个系列的核心 就是要永保好奇心 保持好奇心去探索这个世界 那它这一套非常 我觉得它非常用心 和刘文创非常用心的地方在于呢 它里面的铺码 超过700个音效和对白 铺码是什么呢 就是里面的音效、音档 Kiss Read它里面的铺码 比如说每一句文字、中文、英文都能点读以外 它里面的图案、插图也都能点读 它的背景、音乐、音效也非常的丰富 有超过700个音效以及知识点 额外的知识、科普知识点 非常非常的适合给三岁以上 喜欢好奇心、探索好奇心、好奇这个世界的小朋友们亲自共读 话不多说我就一一的为大家开箱介绍这套精彩的科普绘本 一开始呢我们就先从来聊聊太空吧 这本主题开始好了 它的点读界面呢就直接点封面 你封面一点下去它就会整本做朗读 中文的朗读完一遍它的英文会再朗读一遍 像这样子 先带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还有翻页的音效非常的贴心 它就是点封面它会整本做朗读 中文一遍、英文一遍 你看它的插图非常的同趣很可爱 那如果我不想听整个故事我想听单独的句子也可以哦 不管是星星自传还是星辰闪烁 你看这一页非常的精彩好可爱哦 我们先点它的单句文字听看看 从这次升至到下次升至地球正好热玩太阳一圈 你看它用非常简单的用生日的很口语的方式 小朋友听得懂的方式去做一个太阳系的介绍 点英文它会直接讲句子 Earth makes one lamp around the sun 然后点插图 也都有对白 我是天球 太阳给我明亮暗微暗 如果没有太阳 所有的生命都不会存在哦 我是太阳 我是太阳系的中心 你看点这个黑色的天空 这是我们的太阳 黑色的背景也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知识点 从这次生日到下次生日 地球正好热的太阳一圈 看它的插图都非常非常可爱 这个是我们的太阳 然后讲完中文一遍 它会直接接着英文 非常推荐给大家哦 然后像这一页呢 它说木星有79个卫星围绕着它 那它不可能79颗都有影响 它就是会分区 然后它讲完会讲英文一遍 好 接着下一本 是来聊聊交通工具 然后也是一样 点一整本 它会 点封面它会讲一整本的音效 小小小书虫 你有没有想过关于交通工具的事呢 你一定有因为你出发和其心 小男生最喜欢车子相关的交通工具的绘本了 世界多在运转 大家看一下 看超可爱的 你看超可爱的 听听看这个音效 小小小是用来运送学生 老师往本学校的一种交通工具 很简单的英文句子 这样子 好 紧接着 我们来看第三本主题是来聊聊海洋吧 这本是我女儿最喜欢的 这本是我女儿最喜欢的 给听看 小小书虫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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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聊聊海洋吧 有没有发现它都是从地球开始 当起始 当起始 你有看到地球上的那片蓝色吗 打开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还是蓝色的吗 因为海水会反射太阳光地面的蓝色 所以海水就会变成蓝蓝的 好 最后一本 是天气 她的图案都真的非常的温暖 可爱 你看这个云 那如果啊 你想要直接听整本的英文 它有一个点读小卡 它有一个点读小卡 这张点读小卡 是附赠在书籍套书里头的 那你就直接点英文 它就会整本一点封面 然后就会整本做 直接讲英文的故事 以上就是小小书从俱乐部 这四本 河流文创跟Kiss Read合作的 这四本套书 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到影片的文字栏位 有这次Kiss Read的团购优惠的连结 相关的内容都在那里 你们可以再点进去参观选购咯 谢谢大家 下次见